阿基斯的新聞 對你我的生活影響太小 阿基斯他家發生的婚姻問題 跟你我關係不大 但是因為這個新聞 占據所有版面之後 他蓋掉了很多東西 比方說九合一大選之後 中國涉台官員陳德明 第一次來到台灣 這個是很重要的事情 他來到台灣這個新聞 幾乎整個被蓋掉了 陳德明來到台灣 就中央通訊社發了一個新聞說 他訪台低調 必談政治 老共 中國共產黨 什麼都是政治 他的經濟也是政治 他必談政治 必談政治之後 陳德明跑了一些地方 看起來都跟經濟有關係 他去桃園雙北 他去圓山早餐會 他去花蓮 花蓮看了一些博物館 國家公園 將來可能還到屏東台東去 陳德明說 我是來看一些經貿的 我在看養生村的 可是這個新聞 比阿基斯更重要 更值得去追 追什麼東西 這一位陳德明 在九合一大選國民黨慘敗之後 中國那邊的新聞稿定義是 對馬英九的不信任投票 可他們也不去討論路線 他到底說了哪些話 他接觸了哪些人 他跟馬英九政府高層的官員 最起碼王玉琦講了什麼 他跟國民黨內部 不管是代理主席 吳敦義副總統 或者有可能要選主席的朱立倫 或者是王金平有沒有試圖接觸 有沒有間接接觸 討論的是跟台灣交流 跟我們台灣下一步 跟我們的政治跟我們的經濟 跟我們的台商 跟我們每個人有關係 可是一個阿基斯 一個熟女 一個嘴巴麻了 整個都蓋掉了 蓋掉以外 除了以外 這兩天101的股權 37%跟IOI 越來越像好像真的會賣掉 找不到理由反對他 可是IOI 我待會兒拿證據出來 IOI我們說他是大馬的商人 其實扣掉馬來西亞的市場的部分 我都可以直接講 IOI這家大財團 基本上他的海外市場 將近90%都在中國 而在中國他的生意 他的土地可以取得 靠的就是習近平 一個中國色彩這麼重的 馬來西亞華裔商人 這時候要買下我們台灣 而且我們台灣的地標建築物 用的是高於行情 將近一倍的價錢 要不要追 稀釋掉了 除了中油油價公事 稀釋掉了 國民黨昨天檢討敗選 我們這邊有兩位國民黨的委員 我覺得我不相信你會接受 那兩張A4的紙 檢討江山去了近一半以上 用了兩張A4的紙檢討 而且檢討內容裡面 完全沒有講到馬英九的部分 檢討的部分 好像在檢討北山都的情形 所以我在講就是說 我昨天看到阿基斯的新聞 一方面同情 一方面讓人覺得好玩 可是後來猛一醒就發現說 怎麼會這麼多重要的事情 都被這個新聞蓋掉了 有一個人整理一個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個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 是不是巧合 到底是天命還是人為 他講他說好奇怪 只要中國跟台灣 發生重要的事情的時候 都會出現一個公式 就是包含人為因素非天災 有爆炸性的渲染力 如裸造門恐懼的疫情等等 繁育台灣與中國重大的 統一事件之前必會發生 比方說2013年6月21號 這時候台灣跟中國要簽署 兩岸服貿協議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大家如果回想的話 那時候H6N1全球首例在台灣 那時候新聞炒了一個月 都沒有時間去好好討論 兩岸服貿協議 2014年2月 那個時候王章會是海峽兩岸 官方首次白手套脫掉 直接見面 就發生小魔裸造門 十幾個小魔的裸造被溢出來 整個新聞在報這個東西 那個接觸 到底有沒有接觸到一國兩制 一中的原則 或者兩個接觸談什麼 蓋掉了 再來2014年的9月 2014年9月 貨貿協議談判 是在9月10號 地點據說是在宜蘭的礁溪 某知名的飯店三天 請問一下現在所有看電視的人 你知不知道那三天談了什麼 沒有 為什麼 那個時候收水油 收水油搜證到9月4號 9月15號 這個中打中心 把整個收水油起來 然後後面9月15號 9月10號的這個談判 整個都被蓋掉了 到目前為止 那三天是在太陽花雪運之後 再一次碰觸兩岸談判 而且在沒有監督條例下去談 談了什麼 做了什麼 不知道被新聞蓋掉了 發生了收水油 當然那裡面有提到說 太陽花雪有一個同學 那一次9月10號 不幸車禍過世 我倒寧可相信他是巧合 再來2014年12月10號 昨天世界人權日 陳德明來台灣 IOI跟中國關係密切的IOI 要買我們的101 大家正在討論的時候 突然間一刀切下來 全部都變成阿基斯 全部都變成Motel 全部都變成那些十大金句 還有太陽花女王 太陽花女王也放到裡面去 就是說 他會整理出每一次兩岸 在談一些跟統一進程 市場統合進程有關的 重大談判的時候 都會發生這些新聞 而且這些新聞 都有一個共同的特色 比方說小摩的 他已經追 已經調查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才放出來 阿基斯的新聞已經跟了半年了 選擇釋出的時間 他在那個時間放得出來 所以這個東西是網友整理出來 叫做恐怖的巧合 沖淡了我們該知道 對台灣跟中國兩邊之間 重要的談判的東西 我覺得我們應該把視線 拉回來這上面 那你